上师三宝给予我的加持 让我有机会代替一切众生成熟同步 以前我想要修的自他相患 今天就能够实践了 愿我独自所受的苦 转为一切众生都得喜乐 二,我们如果能以这样的欢喜心菩提心 接受自己的病苦 第一,将增长自己的福报 第二,将迅速消除业长 第三,会累积广大的功德 十六 一个内心真正具足慈悲心的人 就算打骂一个人 也是在帮助他,爱他 反之 一个表面微笑 内心没有慈悲的人 那么他的笑容也是能杀人的 十七 如果此人称恨心重的话 即使他的手里没有武器 也是一个恐怖分子 所以 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称恨心 慢慢转化成慈悲心 十八 人生短暂 也许明天这个月 这几年 我们就得离开 我们想要再来转一次人生 修持佛法 寻找善知识 正入解脱法门 那是多难 多不容易啊 如果 你们不给自己机会 去修行解脱的话 真是枉费这人生啊 十九 我们自己要慈悲自己 怜悯自己 不要忘记 一生当中 自己经历的痛苦 从出生 到现在的痛苦 我们是怎么经历过来的 我们的人生是怎么度过来的 想想像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这个人生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想想自己 还能在这个人间活多长时间呢 二十 明白了 有利于修行的 狭满人生 是如此珍贵之后 我们应该思维 如何行动 才能让自己的生命 不白白地空耗 让这个宝贵的生命 获得最有价值 最有意义 要多想想 精神 解不解脱 都在自己手里 二一 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 要反观自己的心 你可以观察心情不好的这个烦恼 它从哪来 要往哪去 住在哪里 这样反复观察 就会发现 这个烦恼 并没有来去 找到 这个烦恼 没有来去的空性以后 你就在这个空性当中休息 慢慢心情 也跟着调整了 就会发现 就会发现 这些烦恼 就会发现 这些烦恼 就会发现 在这个烦恼 上海 就会发现 下海 这些烦恼 就会发现 有点 我們的痛苦是從煩惱產生的 如果能從根本上斷除煩惱 我們就能得到究竟的快樂 二三 釋迦牟尼佛的教义是要我們降服內心 每天的每時每刻都要轉變自己 互無親近的動機 心越親近 心的能力就越大 我們就越自由 越自在 心越散乱 越愚痴 我們就越迷失 連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誰 原滿生命菠蘿蜜 精進修行滿人間 斷除生毒 諸煩惱 慈悲菩提大願力 各位生命菩薩大家好 快樂從哪裡來 關心別人 關心眾生 那就快樂了 痛苦哪裡來 只為自思想 自思 那就痛苦了 所以佛陀跟我們說 不要起貪嗔痴吃三毒 不然有煩惱就會造業就會受苦 那要怎麼辦 菩提心 慈悲心 空心 以這三種心去圓滿菠蘿蜜 那你的生命就圓滿了 願生命電視台 祝大家生命圓滿 阿彌陀佛 護持正號1996-5232 1996-5232 顧名 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特別人事院總院長李隆騰 武安肺炎在第一線防疫 醫護人員以及全民的團結努力下 疫情相對趨緩 更獲得國際的肯定 提醒國人 逐步回歸正常生活之餘 一定要更落實防疫措施 一 勤洗手 二 維持社交距離 三 避免觸摸眼口鼻 當民眾無法保持距離 或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 請全程佩戴口罩 降低傳染的風險 在外飲食也要注意適當的距離 若出現發燒 咳嗽 胃解 秀節改變等症狀時 應該佩戴口罩 我絕對不可能證明衝突 佛教徒的方法離開 離開他 不要面對他 不要衝突 不要讓他造業 不要讓他執著 這樣就好了 所以四驚魔禮會有一次跟阿南 你走 踢破道都走來 四驚魔禮會就OK 阿南說 佛陀娃你怕踢破道 這不是怕 不要讓對方造業 也不要引起大家麻煩 所以就不要理他 就好了 回向給他 所以各位要有個判斷 事情要是靜抗 正確與否 因為這個世間 太多事情可以做 不要執著 正康了 派去用左腳 這樣好了 那不然腳還有手 打手印 對不對 很簡單 沒有手勾這支嘴 那這樣就好了 用到最後一塊顏料 因為都是假的 但是我們的內心 保持一個正確的動機 這同樣給你 術網無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赫薩 摩赫般若波羅蜜 中間對方的 一切金額 一切金額 雷 唇 一切金額 一切金額 雷 一切金額 雷 雷 一切金額 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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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